绿色环保当道 黎巴嫩也顺应这股世界趋势 最近推出了一款新型太阳能电动汽车 这款取名为李拉的黎巴嫩首辆国产太阳能电动车 除了树立起当地汽车产业新的里程碑 其实还肩负更重要的使命 企业家胡萨米希望可以通过电动车来创造旧业 旧经济有朝一日能够把 黎巴嫩百姓摆脱政治和经济的泥沼 画面上这一辆以黎巴嫩货币命名的太阳能电动汽车 李拉是46岁企业家胡萨米所研发 过去几年政治风险导致货币贬值98% 物价飙升 而被鲁特港口发生大爆炸 更是令黎巴嫩经济雪上加霜 持续的经济萎缩早已让百姓苦不堪言 在这艰难时机 如何带领人民走出危机改善生计 让胡萨米萌生了打造电动汽车的想法 安装在电动车上的太阳能电板就是电力来源 电池可以在半个小时内充满 续航达到200公里 而除了太阳能充电 汽车也可以混合电力使用 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运用任何电源来进行充电 为环保行动加分 这不是需要充电汽车 因为你从家里面可以转移车 在任何类的热炸 即使用热炸 或是用热炸 或是用热炸 使用热炸 可以转移车 这一辆电动汽车已经在本月初对外展出 除了组装汽车部件之外 胡萨米也制造了包括电池在内的一些汽车部件 也是一家专门生产纸张、纸板、塑料 和印刷工业机器的工厂老板胡萨米透露 从构思到最后研发汽车的原型 都是他自掏腰包、一手包办 并没有获得外人的资助 不过如今他希望能够获得资金 建设一家生产太阳能电动车的工厂 为青年人提供就业机会 遏制出走巢 带动经济齿轮 为黎巴嫩千疮百孔的经济 带来了一线希望 进行期待